当我们同在一起 当我们同在一起 NFM 1003今天要连线的是 印度 刚刚新闻当中听到了印度冠状病毒的确诊数字 已经超过了一万起 累积死亡人数339例 1月份开始印度出现冠状病毒 2月份几乎是零增长 进而3月印度尽管出台了所谓的封城 一系列措施 可是疫情非常快速的传播 特别是在新德里 但是现在印度面对另外的情况 就是除了疫情之外 还有贫穷的问题 因为我们都知道 印度蛮多生活线上在贫穷水平上的 所以他们其实现在看到画面上 我们看到当天电视台报道 很多的民众一听到封城讯息之后 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没有工作了 所以去哪里呢 去垃圾槽 去挖 找食物 找食物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找接下来可以卖的东西 因为他们没有工作可以做了 所以就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当然除了这个之外 他们也是有行动管制 可是行动管制至于的话呢 也发现说很多朋友呢 就你看这个是空拍的 这个印度新德里的这个照片 就可以看到呢 基本上呢 是非常之空旷的 然后呢 很多人呢 就开始排队要回那里面 要回乡下去 为什么回乡下去 他们说在城市里面根本就没有吃 所以你看人山人海 其他地方排队都要回乡下 他说回乡下 至少有一些东西可以吃 所以这是目前印度面对的情况 但是我们还是通过新闻视频的画面来看 待会儿马上就给大家看呢 我们的这个朋友呢 给大家拍的这个印度现场的视频 这个时候我们连线到呢 印度凤凰卫视驻印度的记者 芷威 芷威 你好 我好 你好 你好 我听得出你刚睡醒 我们现在印度时间 五点半 凌晨早上五点半 五点半啦 对 所以今天是星期三是吗 对 今天是星期三 对 对 我刚刚讲的那个资料 就是破万的除了病例之外呢 就是我发现很多的媒体都报道 这个焦点就是印度的所谓的 很多民众都说 我还没有病死我就饿死了 就是这个是不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跟困境呢 在印度来讲 我觉得现在可能大家比较不能够理解的是 像印度这样一个国家 到底是怎么看封城的 因为13亿人一起关在家里面 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史诗级的画面 然后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但是在印度这样一个有三分之一的人口 是生活在贫穷线之下的国家 其实有一个最大的困难 就是不是所有人都有办法封城 意思就是说 有些人他在家里面是没有食物的 有些人他是每一天赚的钱 他就是靠这些钱来生活 也就是他立刻失去了工作 他就立刻会没有办法吃饭 没有办法生活下去 这个是可能是比较多人没有办法理解的 再来就是说 新型冠状病毒这样子的大流行病 最主要的就是说 你要能够保护你自己嘛 像是你可以买口罩啊 你要有办法用干洗手啊 你甚至最简单的 你家要有肥皂跟自来水 这在印度有很多地方是没有办法配合的 举例来说 刚才你提到说 印度有很多移工 他住在都市里面 有些人甚至是住在路边 或者是他就随便用一个帐篷 就睡在一个可以睡的地方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比较多 以开发国家 或者是在印度之外的人 有一点点难想象的 甚至是我们看到昨天 印度总理莫迪就已经宣布说 封城21天还要再延长19天到5月3号嘛 那我们就立刻看到孟买那边 又出现了再一波的移工潮 就是之前已经出现过一波了 宣布延长封城之后又再出现一波 也就是这些人在印度封城21天之后 还在挨饿 他们一直没有被完全的照顾到 所以这个是印度很大的危机 有好几亿人每一天都等着政府或NGO或任何人去喂养他 没有人可以喂他吃饭 他就会造成这种很可怕的情况 对 所以我刚才之前前面给大家我们的观众看到的这些画面 他们甚至去垃圾堆里面去挖去找食物 这个其实是真实发生的吗 对不对 对 其实像这两天有一个让人非常伤心的画面 就是在阿格拉就是大家都知道太极马哈林赛的那个城市 有一个人他就在路上 然后因为有牛奶坡倒在地上 狗在旁边喝 然后他用手去把那些地上的牛奶试着捧起来 装到一个小瓦罐里面去 因为那可能就是他这一两天能够取得的食物 那个让人非常的伤心 但这个就是真实的情况 就是说印度的人一旦穷 一旦失去工作一旦没有被政府照顾到 就是长那个样子 听起来就心酸了 对啊 真的真的真的 跟狗来争那个 对对对 砸在地上的牛奶 直观想请问一下 你现在住的这个地区 因为我现在看到那个画面 就是你在你家附近那个地方拍的什么 它是一个怎么样的环境 我住在基本上是卫星 新德里的卫星城市 它是属于北方邦 那我住的这种现代化的大楼 然后旁边还有一些超市啊杂货店 它算是印度人中产阶级以上住的地方 所以在封城的时刻 虽然我们还是会遇到一些 不是很便利的时候 但是我们算是比较能够保护我们自己 而且在家里面封城没有问题的人 现在那个物资方面怎么样 你住家附近 我口罩各方面来讲的话 听起来好像是一个 因为连吃都不够了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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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是吗 跟他一样就是使用棉布自己做啊 或者是呼吁大家 所以他出来讲话的时候 都是用自制的口罩 还有用他自己的围巾去包住他的口笔 但我们也都知道 这种方式相较于三层式的医疗口罩 其实防护力并没有那么强 那其实一刚开始封城的时候 我们看到物资还是有一点点 物流不是这么的顺畅 但是现在已经好一点了 就是说封城已经我们在讲话的 这个时候算是第二十二天嘛 那我们已经开始可以比较容易买到一些外卖 然后在杂货店里面要买到东西 也不是这么困难 他们在补货上架上面也越来越顺畅 但是我在说的这个情况是 印度首都圈里面的中产阶级以上的生活 印度最麻烦的就是他中产阶级还有有钱人 事实上就13亿人口来看是非常少的 他们的贫穷人口还是比较多 所以我们的便利的状况 或者是我们能够配合的封城的状况 不是大部分的人可以有能力去做到的 我明白你的意思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你拍摄这个画面 它只是非常小部分的 就是中产阶级以上的 甚至更多的画面 就是你刚刚提到的那个非常骇人的 在垃圾堆里面找食物 或者在地上就是剩下食物 因为他们生活在贫穷线上 所以这个对于 我连吃饱饭要活下去的情况 都没有办法去解决了 我怎么还会 还有能力去配合呢 所以这应该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吧 非常头痛的问题 对印度在对抗疫情来讲 对吗紫薇 是啊 其实就在印度这样的一个国家 基本上这些穷人 他们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 我不需要庇护所 我不需要集中隔离所 我也不需要你给我食物 我只想要回家 那我只想要回家 这句话听起来也让人觉得非常心酸 因为他们甚至是连最基本的安全感 都没有办法得到 更何况是他们遭遇到各种困难 还有甚至是饥荒的这样一个状态 但是印度政府现在也确实是陷入两难 因为穷人是在饿死跟病死之间在挣扎 但是如果政府现在开放 就是解除封城的话 我们可以预期印度的整个疫情状况 会完全的失控 那印度是一个医疗系统非常脆弱的国家 所以如果病例一瞬间的大幅度的增长的话 我们完全可以预期他的医疗系统会崩溃 那时候13亿人口的国家就会变得非常的可怕 对 而且我们无法独善其身 我们是一个全球的连锁链 所以第三波的疫情 大家都非常担心是非洲跟印度这个国家 所以听过芷威这样讲的话呢 的确是 我很多听众跟观众看到的同时都非常之 呃... 怎么讲呢 就是有点震撼跟难过 大家都觉得 现在连线的是我们在印度的这个 芳威市的印度记者芷威 就是我们现在也看到一些画面 像这些都是贫穷线上的这个印度的居民 他们就是排队回乡下 因为城市再也没有他们可以打工 然后呢赚吃的这个机会了 那么多人 像芷威刚刚讲的 这两难要回家 大家都要回家 因为我只是要回家 你可以给我回家吗 回到乡下去 而且刚刚我也跟美红说 芷威我发现你的这个口罩 其实好像就有一层或两层 就蛮薄的 她发现你戴的也是很薄的 很薄的 芷威 我现在开始有找到三层式的口罩 但是那个是我朋友 他大量的去订 他一次订了上万个口罩 然后分给我的 然后如果我们 大家看到我在画面上 我戴的那个口罩 是我之前在疫情爆发之前 我就先已经上Amazon 去买到的口罩 然后他们说它是两层式的口罩 但是送来基本上就是一层 对一层而已 非常薄 所以在疫情爆发之前 印度的疫情爆发之前 我就已经买到这样的口罩 更何况是疫情爆发之后 就更难买到 对更难了 对 我们之前看到很多新闻 就是你知道我们 我们在重重的 冠状病毒疫情的新闻的同事 总是会去挖掘一些趣闻 其实印度还是蛮多有趣 可是我现在这样讲 我又觉得有点矛盾 我知道很多印度的 Bollywood的民进 他们都在家里自拍 当然他们不是属于中产阶级 他们是上层社会的 所以印度在这方面 好像又蛮幽默的 要怎么样去看待 这样一个矛盾的情况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其实印度就是一个这么矛盾的国家 因为你要说他很贫穷吗 贫穷的人确实很贫穷 但是富有的人也极度的富有 所以他因为他整个文化宗教语言 还有大家的经济状况跟阶级 都非常的复杂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要全部的人都去遵守 一样的规定像是封城 所有的人封城21天 现在又在延长19天 在最上面做决策的人 或许觉得大部分的人 都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他们如果没有做到封城这件事情 就是他们在违反规定 他们不愿意 但事实上不是这样子的 在印度这个地方 有很多人他是没有办法去 他没有能力 他没有余裕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就会变得比较混乱 所以当然我们看到 在其他国家里面也出现 也有出现这样的情况 就是所有的人统一去做封城 这样子的一个政策 但是在印度 如果你要去做一个统一的 没有办法依照各个地方 甚至是各个阶级的人 去制定相关的配套措施的话 我们看到的社会失序的情况 会比其他地方来得更严重 那它变得更严重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 不断的出现这样子的 失去控制的情况 那在疫情的控制 它就会变得更难 因为只要有人在路上移动 只要有这种大规模的移动 它就有可能传染 所以它其实现在只是一些 大家想回家跟找物资 它并没有其他那些骚乱事件发生吗 在印度目前 其实还是有 而且当然有些人会说 它是单一事件 但是对我来说 我住在印度已经第八年了 我觉得这个比较像是火苗 就是一般来说 人民在挨饿 或者是他们一开始觉得 自己没有受到公平的对待 遇到生活的难题的时候 他们会开始抗议 这时候都会是比较小规模的 或者是你看到 他们开始丢石头 攻击警察 攻击医护人员 因为他们太害怕了 或者是只要有人去检查 他的体温 或者是要去验他 去了解他的行踪 他就太害怕了 就开始躲起来 我们现在看到 蛮多这样子的情况 但是一旦他们继续没有被照顾到 一旦他们还是继续挨饿 我们可以预期这样子的情况 会越来越多 但你没有办法预测 到底是哪一个时刻 他突然间大爆发 变成一个更大规模的抗议 更大规模的暴力行动 像我们那一天 就有看到在旁车府邦 突然间有警察被车子冲撞 然后就把警察的手切下来了 怎么办 我跟你连完线之后 我突然感觉到 当然就是 那很无助 那印度要怎么样走出去呢 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契机 可以在印度出现呢 基本上我觉得印度决定封城 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因为这个国家 他现在能够控制疫情的方法 可能就只剩下这一个 因为他们本身医疗的系统 不是那么充足 人口密度又这么高 可是在决定封城的时候 政府必须要有完善的配套措施 这个配套措施最主要的 就是你必须要去照顾那一些 没有能力封城的人 那我们看到现在印度 大部分在喂养穷人都是NGO 或者是私人的组织 他自己发起的 可是这些人 他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他没有办法那么有规模的 或者是他没有办法那么去 碰触到去接触到所有的人 也就是今天可能有 十万人在挨饿 那他们可能喂养了六万人 但是另外四万人呢 那政府其实掌握了最多的资讯 政府拥有比较多的能力 那穆迪政府现在到底有没有办法 去真正的去正视这个问题 而不是否认他们的存在 甚至是说怪罪他们 说这些人就是印度防疫的漏洞 他们在破坏印度政府的努力 我觉得这个角度是错误的 他们必须要照顾到这一些穷人 印度才有可能做好防疫 明白 希望穆迪真的可以赶快 往这个方向去发展解决这个问题 不然他的确是一个 一个即将引爆的一个炸弹 我觉得是非常像紫薇刚刚介绍的 非常值得担心的 因为我们现在全球可以算是 环环相扣嘛 对不对 我跟你说 我听了你的连线之后呢 其他的观众都朋友讲的是说 你们不要再烦今天午餐吃什么了 你们的口罩高概戴起来了 你看印度的朋友 他们生活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底下 就是真的是 他们现在就是选择了 是要病死 可能病死还是饿死 对对对对 非常谢谢紫薇 你自己的安全也要注意一下 所以你现在 你多久没有出门了 我基本上大多数 除非买必要品 像是去买蔬菜 不然我大部分的时间都不太出门 所以安全问题还OK啦 还可以 但是就是一旦印度 如果爆发比较严重的抗议 或者是我们有一点担心说 有一些人他没有东西吃的时候 他可能就会开始抢东西 或者是开始 他会做一些比较像是犯罪的行为 那这个就会是我们比较担心的 但是像我们这样子 在印度属于中产阶级 甚至是中上阶级的人 我们在保护自己上 还是比较有能力的 明白明白 谢谢指挥健给我们的新加坡的观众 跟听众带来 印度方面的第一手消息 我们也希望跟你保持连线 不好意思 每次 这个不会每次都叫你凌晨爬起来 但是经过你的讲解 我们真的了解到 因为我们新闻当中看 真的是看不出来 而且新闻看的就是 夹杂症很多 Bollywood 你知道那些比较 不知道原来是那么样的 一个大挑战的 所以 再次谢谢我们凤凰医师 驻印度的记者 这个指挥跟我们连线 对 你自己也要照顾好自己 对 我们可以保持联络 如果我们隔一段时间 如果有任何的进展 那你随时简讯我 我们再保持联系好吗 好啊 好啊 谢谢指挥 你要加油哦 谢谢 所有印度的朋友 加油 当我们同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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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分1003 今天要连线的是 刚刚我们连线是印度 不知道为什么 这是 我们下回来